全州 位于福建省东南部 素有海滨邹鲁的美城 这里会通天下 人节地灵 一千多年前 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这里沉淀了世界各大宗教的深厚文化底蕴 因而在建筑 雕塑 石刻 陶瓷都各有特色 兼容并序中另有闽人风骨 别具韵味 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也是连通世界文明的桥梁 这就是全州 参观 公营里三州路 掌海声中万国商 这是古人眼中 泉州赐铜港的繁盛景象 自唐宋开始 泉州海上交通就非常发达 被马可波罗 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 明代著名的郑和宝船下西洋 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远洋船队 也是在这里扬帆起航的 早在宋朝 泉州的造船技术就已经比肩世界先进水平 这艘海船具有我国古代 尖底海船的典型特征 船体扁阔 龙骨粗大 两头高峭 底部靴尖 线条十分流畅 以精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为基础 泉州开展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活动 正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时代 不同文明的珍贵文物 从各个方面 印证了泉州地区海上交通史 海洋交流史的悠久和辉煌 泉州东郊的洛阳桥 是我国县村最早跨海梁氏大石桥 洛阳桥原名万安桥 意思是万无一师平安渡江 由于当时洛阳江潮狂水急 造桥工匠开创性地尝试了一种新型桥基 法型基础 同时又在桥下养殖大量牡蛎 把桥基石和桥敦石 交合凝结成牢固的整体 以此抵御激流的冲刷 激浪掌州 浮运驾梁 洛阳桥的建成 不仅使洛阳江天茜变成通途 对泉州海外交通事业的发展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老君言》是著名的宋代石刻艺术精品 是著名哲学家老子的塑像 《道德经》是老子最主要的著作 讲究无为而至天人合一 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影响十分深远 而老子作为道教的创始人 也世代受到人们的尊崇和供奉 佛国名传九 桑莲独善生 泉州开元寺 不仅历史悠久 其圣名早在唐宋就广为世人所知 开元寺始建于唐朝 很好地体现了唐朝 鸿魔巨质 巍峨壮观的建筑风格 大雄宝殿中供奉的御赐佛像 是佛教密宗的最高神知 大日如来 殿中佛像金光闪烁 衣闻清晰 神容慈祥 法相庄严 工艺精巧 令人探觉 开元寺正殿后的庭院两侧 还有以塔身雄伟 行至奇妙 雕露精美 而享誉海内的泉州东西塔 东西塔是八角五层楼格式仿木结构石塔 历经七百多年风霜雨露而微然不动 每一层塔壁上还刻有十六幅浮雕 刀工细腻 线条流畅 巧夺天工 开元寺是我国古代建筑瑰宝 在国内外名刹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佼佼者 它既是中世纪泉州海外交通顶盛时期社会空前繁荣的象征 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全州特有的标志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最早传说是唐朝史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派他的四大门徒来中国朝贡通商和传教 其中两位门徒留在了泉州 他们去世后 教徒们为这两位闲人修筑的临寝便被称为圣木 随着泉州商贸日益繁荣 伊斯兰教徒日益增多 宋朝时阿拉伯商人又在圣木附近修筑了清净寺 清净寺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建筑形式建造 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造的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清净寺的建立和古代泉州海外交通 我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和平往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也是泉州对外交流重要史迹之一 在这个宗教的时刻展览里 除了三大教的时刻外 还有摩尼教 印度教的时刻 充分展示了多种宗教艺术的特点 成为多宗教融合的圣地 古代泉州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 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永不止息的文明对话 泉州以它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和兼容并蓄的宏伟气魄 不仅吸引了道教 佛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主流的宗教 也吸纳了像摩尼教这样相对边缘的教派 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博物馆 摩尼教发源于古巴比伦 崇拜光明 提倡清静 传入泉州后和中国文化融合 成为名教 名教